暑假开始了很多游客都来到花莲旅游 而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说 未来一个星期天气在太平洋高压笼罩之下 大致都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依旧是晴朗炎热 建议民众安排出游要随时留意高温补充水分 也期待雨聚盛防午后累震雨的发生 炎炎夏日人心许多民众来到花莲游玩 而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在太平洋高压的笼罩下 这周天气依旧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此外也因注意午后雷震雨带来的短时强降雨 雷及强风 到海边吸边吸水也要特别留意 基本上这一周的天气还是一个高压笼罩 完全受太平洋影响 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天气 所以天气会相当的炎热 然后午后还是会有一些热对流发生 然后下雨的情形 不过目前看起来天气 太平洋高压在星期六25号的时候 大概会有稍微减退 冬退一点点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26号 整个花莲看起来雨势会比较大 然后也是午后 就是午后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 礼拜天大概又恢复比较正常的 就是比较偏向于午后局部的雷震雨 所以基本上从资料来看 从今天到下礼拜 基本上都是一个高温炎的 所以如果在户外从事农作工作 或是旅游 或是来花莲玩的民众 基本上都要注意防晒 还要多补充水分 最好避开中午这一段时间 不要暴露在阳光下面 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各地天气晴朗炎热 21日的花莲县重谷的高温显示 为黄色灯号 建议安排出游的民众 要适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宪防高温造成的热伤害 也要留意在高温曝晒后进出冷气房 瞬间温差造成的身体不适 记得蒋邦彦华林市报导